subway 突涨 鮪鱼堡貴16% 逐供團票下月貴1.3倍 爱吃subway的陶客们 从今天起想吃个潜艇堡 可要多付点钱 台湾subway自昨天起 调涨10款潜艇堡售价 其中原价85元的6寸鮪鱼堡 涨14元 涨幅16.5%最多 原价75元的嫩切鸡肉 鸡肉丸 火鸡腊肠潜艇堡 皆涨到85元 原价95元的火鸡胸肉 照烧鸡肉等5款皆涨到99元 至于意大利经典等5款潜艇堡 不痛不扬低 降了1元 另外 从6寸升级到12寸 原最多付50元 现一率增为70元 涨幅最多涨40% 美式咖啡也从35元调为45元 涨幅近3成 subway业者回应 一近15年未调价 因原物料涨太多 不得不反映成本 同样卖潜艇堡的一刻 单体表示不会跟进 民众批评涨太多不合理 消极会呼吁消费者拒吃 另外 这快下月15日 国立故宫博物院也要调涨票价 普通票从160元调为250元 团体票100元调至230元 优惠票80元调至150元 团体票涨幅高达1.3倍 故宫博物院已超过4年未涨票价 院长冯明珠说 故宫去年延长开馆时间 人力水电成本大增 加上许多立委认为票价过低 才决定调涨 现行18种免费票仍为迟 立委昨天更替报 故宫消费合作社去年已提货券刑事 发三次活动费给社员 总额200多万元 要求故宫主动移送检掉 冯明珠说 本月29日前会全数缴回 民众批评 故宫边涨价边自肥假狼告告 旅行社业者指出 门票涨价突然多出来的成本 旅行业就损失上千万元 董新闻台北报道